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双第一次见面的日子是四月十二 除了半年 半年多 七个月 因为今年整个一半的时间都是在这个比赛上 现在突然要结束了 还是有一点难过的 有话对彼此说是吧 我们有写信吗 不是 对 互相写了信 好 来 好的 这也太正式了 我的妈呀 放音乐啥的 下单 王浩先生 你好 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们在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旅程 我的妈 要不俩互相交换吗 我能我能读好了 这次我能读好了 这次你读好了 你给我读好了 不是刚才那个结束的俩字 有点太戳了 好不好 好 来 王浩先生 你好 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们在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旅程 也就真正地结束了 也许我们想象过许多次的舍不得 但都不会像此时此刻这么真实 很开心通过比赛和你认识合作 我认为和你的相遇 是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我们一起走了一段对的路 虽然不想和你说 希望我们还能有机会合作 可是还想和你继续搭档演戏 真的是我的心里话 老师 这可能是我长这么大 最难忘的一段经历 我之前不敢自己站在台上 会推斗 会出汗 会呼气不畅 但是这一切 都随着你站在我的身边 随风消散 老师 很感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这是我的荣幸 是我的命好 你那总说你运气好 其实我遇到你之后呢 我才运气好 不要再说自己幸运了 未来你得到的不是幸运 是你王浩赢得的 你要相信自己 你会变得越来越好 你是最优秀的 最帅的 是我最好的搭档 我可能再也找不到 这么好的搭档 这比赛结束了 但是 这是我们一生之有 道路的开始 也许之后 我们不会总见面 你也会遇到更好的搭档 我也允许你暂时地忘记我 但你要随时拥有想起我的能力 再见 我人生中最好的搭档 这半年有你 我很快乐 史册 我真是 又哭又哭 因为这是一年一度喜剧大赛 最后一个属于 耗时成双的舞台了 既然已经演了一路的爱情主题 那就给他画成一个圆满的句号吧 对 就是将爱情进行到底